大家好 猪顶红开花的时候特别的鲜艳 但是很多花也都会反映说猪顶红开花的时间太短了 那么我们如何来延长猪顶红的花期让它开花时间更长呢 其实主要有这几招 首先我们在养猪顶红的时候 这个土壤一定要配置好 最好就是配置一些沙质土壤 但是沙质土壤虽然排水透气性非常好 但是营养是不足的 所以我们可以稍微给它 而用一点辅液土或者是在盆土里面添加一点底肥 让那个盆土更加疏松透气肥沃 这样就可以让它有足够的营养 顾及它这个花朵的生长 那么开花的时间就会延长了 第二个就是要控制浇水 怎么控制浇水呢 就是在它刚开始生长旺盛期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给它补充充足的水分 基本上我们春天给它两三天湿一次水都可以的 等到它开花前我们就要适当的控水 控水的最好就是大概四五天给它浇一次 等到它开始长出了花苞 开花了 我们再补充足够的水分 这样子它开花的时间就可以慢慢延长了 第三点就是要控制好温度 猪脸红它开花的温度是在18度到23度左右 就是最合适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保证猪脸红生长在这一个温度区间 第四个就是要给它补充充足的肥料 在它开花前 要给它补充了足够的粘甲肥 等到它的花朵绽放之前也是可以施肥的 花朵绽放之后 我们就不能再施肥了 但是花后了我们还是要给它补肥的 可以补一点复合肥 可以促进它副状以后了才有可能再开花 所以想要让猪脸红开花的时间延长 然后花朵保鲜时间更长 我们就可以用上自己烧 好了 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